在电子游戏上的平台互相互竞争性的活动 例如对战、赛车、足球游戏之后 在个人或小组互相互相对战 有胜负会发生的 其实也很接近传统体育项目 但只是在电子平台上进行五届 如果我们看似传统的运动产业 我们有选手 背后也有一些比赛的安排 其实电竞是一样的 我们也有电竞选手 也有电竞战队 战队可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 但反而背后有很多朋友 负责在电竞上做一个网上串流平台的直播 所以这里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技术人员 当然同一时间电竞也有很多商业赞助 譬如很多不同的商业机构赞助 也有很多宣传推广 所以背后的产业表现上是几个电竞选手 但背后有很多不同工作单位的人 安排电竞活动 香港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因为香港的资讯科技 我们的架构其实非常之好 我们的网络稳定 以及网络的覆盖率 是差不多全世界最高的几个地方之一 刚才提到电竞需要有很多网上直播 所以香港来说 现在本身的架构已经很适合电竞发展 但当然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就是香港起步比较迟一点 人才未必太多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电竞活程 培养一些足够的人才 支持整个香港电竞产业的长远发展 这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因为其实在香港来说 电竞的历史不是太悠久 可能大家对电竞的认知不是太多 可能会怕会不会是一个打机的活动 其实刚才提过 电竞有很多不同的产业 需要不同的人才帮忙 如果是进入了亚运的项目的话 透过一些我们叫官方机构认可的话 大家可能知道 原来电竞是一个比较新兴 但是一个多元化的产业 适合不同的人去发展 也希望可以鼓励到 香港更多的有兴趣的人士 参与这个电竞项目